大家好,又是Carrie 今天分享一個很簡單的 酸酸甜甜 五扭蛋 炸蛋 很棒 首先 先熱一下鍋 少許煙出來都可以 不用太熱 炒一炒五扭 五扭在哪裏買 街市雜貨店就有 偶爾吃一下 沒有所謂 炒一炒一下 有一點香味 輕輕炒就可以了 不用炒得那麼激烈 慢慢炒 加一點水 沒什麼份量 很簡單 很酸 又甜 放一點茄汁 看它有些顏色 味道更濃郁 大概放了四湯匙 茄汁 水 五扭 完成 當然 煮回滾 這個菜 肯定適合 有時 嘩嘩的口 吃一下這些 不一定夏天 冬天都可以吃的 沒所謂 接著 我們 煮滾了之後 現在 我們準備 開少許粟粉碎 我們把蜆 放進去 稍微 稍微 淋上雞蛋 就可以掛著 黏著它 好吃很多 搞定 就這樣 我們先煮醬汁 而且很靚 很漂亮 然後 把醬汁放在一旁 這條片很短 很簡單 但是很好吃 我們燒完一隻鑊 我們準備炸彈 燒完一隻鑊 然後放油 放多一點點 但是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稍後會把鑊打折去 打折去 你不需要放太多油 反正逐隻鑊炸 一次過炸太多 你弄不成功 如果不想炸的 煎到大火一點點 首先我們燒熱一點 油 少煙的時候 我們打一隻鑊 你先把鑊打出來 放在碗裡 這樣倒下去 就容易些 放下去 先不要動 先把鑊打折了 不要動 先把鑊打在一旁 然後 看到它有色 有色 我們把它反過來 炸完另外一邊 很快 兩邊有色 完成 兩邊有色 就可以了 那它裡面 鑊裡面 是未熟的 暖暖的 流心狀態 好像是對的 這段時間 我是沒有剪過的 全程 你要計算 要炸幾多分鐘 不用幾多分鐘 很快很快 這樣就完成 有色 兩邊有色 我們起它出來 完成 完成 很帥 很帥 金黃色 脆脆 然後呢 很簡單 淋上醬汁 就可以了 拿去送飯一樓 麻煩還未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讚我 分享給朋友 你在家裡 也可以放得很漂亮 我們把一些綠色的東西 裝飾一下 芫荽 就可以了 幾隻蛋 就完成了 看看網 裡面還有液體 微熟 暖暖的 流心狀態 很棒 好 希望大家喜歡 很簡單 很短的一條片 五樓蛋 今天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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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